这辆车我觉得最适合它的一定是像318 219这种风景路线 它是一个更加偏向于玩家喜欢的那个样子 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用来玩 这一点我认为它也是跟仰望U8一个很大的区别吧 它是一个能够让人去享受躺平的这么一辆车 大家好啊 2023年已经过去了 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呢 我们远行笔记也是带着大家天南海北的走了一年 那其实也是很多小伙伴在底下问我啊 就是你们跑了这一年拍了那么多的车型 哪些车让你们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 跟我们说说这些车呗 没问题 今天特意把这几个印象最深的 2023年的远行车型 来跟大家做个小分享 那这几个车型呢 分别是福特瑞杰L 哈佛大狗 高山 福特Ranger 蒙士917 以及坦克700 基本上涵盖了2023年 我们涉及的那些非常有意思的车 首先第一个咱们先说的是福特的瑞杰L 这也是2023年我们的第一趟旅途 那其实你看这里边当时我写的是 如果有一天我会考虑美国车的话 那肯定是福特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我认为福特这个品牌 无论是从性能车的角度 赛道基因 还是说越野车 对吧 它已经是全都玩变了 从上到下玩通了 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品牌 让我认为最有意思的地方 这一点的话 它会比吉普做的更加的淋漓尽致 那其实瑞杰L这辆车呢 我觉得它最有意思的在于 它本身是一个运动味道很重 但是又有着这种奶爸味道的这么一辆车型 其实我觉得这辆车也是非常的在去迎合中国市场的一个需求 我想要这种浓浓的福特味 同时我又想让它能够更加的宜家 而且这辆车非常有意思的啊 就是它是一个带有传动轴的硬速区的这么一辆SUV 并且它的续航能力非常的优秀 它作为一个纯油车 加满油我们当时在这个远行中也跟大家体现了 加满以后基本上八九百公里玩一样 对吧 最少我也能跑到六七百 所以这样的表现 如果说你是一个对新能源车型 说我就不太感兴趣 我就想买油车 那我觉得刚才我说的这几点 硬四驱六座 然后加上长续航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满足 这辆车我觉得最适合它的 一定是像318 219这种风景路线 只要稍微换个轮胎 那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压力的 就算是走一些被服装的烂路 说这种穿越路段 根本不用太多担心 你要说不好吧 我只能说如今福特的这个品牌认可度 确实是有点尴尬 也正是因为现在品牌这个认可度的情况 我个人认为是可惜了这个车的产品力了 第二个车型其实是一个非常舒服的车型 我相信大家应该能猜到它是一辆MPV 也就是长城的高山 这个车也是我从业以来拍这种自驾穿越类内容 让我感觉最舒服的一辆车了 其实对于我的这种触动和画风的改变是比较大的 它是一个能够让人去享受躺平的这么一辆车 这是这个车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人 那其实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老是在这种荒野之中的人来讲 这个是我今年印象里面最舒服 然后并且我认为MPV在家用车家用的这个场景中 它的优势是远大于SUV和轿车的 因为首先在空间的大家乘坐这种舒适性 你座椅的这种坐姿 它的姿势你的脚腿肩的这个位置 它是轿车和SUV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它的地板又很高 你老人孩子上下车有很大的优势 一家人在旅途中 无论是开车的人还是坐车的人 完全是一种公布舱向的这种类型的享受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就是它这个是因为是HIFO平台的 动力是足够强劲的 无论是日常行驶的这种节能 还是说中高速我们这个城市之间的这种远途加速 完全的没有问题 这个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 HIFO这道平台大家非常熟悉了 而且在续航上其实也是完全不用担心 你就算把它当成一个完全的油车来用 也是没有问题的 一次加满油七八百公里不是问题 这个我们在远行的这个旅途中 已经跟大家其实介绍过了 说到这四驱其实还是额外要说一个 虽然说它是MPV 但是我相信大家在我们这个旅途的画面中 已经看到了这辆车 它的这种非护装 甚至咱们说冰雪的这种通过能力 是让人有点叹为观止的 这个其实当时我们在旅途中也是非常的意外 即便说你用不到 这个MPV它不是拿来越野的 但是我相信在旅途中 很难说避免说出现一些路况不好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相信这辆车 它应付这些临时的烂路或者状况 是问题不大的 这一点我觉得算是一个福利项 真的是很有意思啊 你要说这种车型唯一的这种不足吗 我觉得就是过大的车身体积吗 因为毕竟到5米级别了 它停车日常的泊车入位 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困扰 其他的我觉得倒没有什么 那咱们接着说下一个车型啊 就是福特的Ranger 那这辆车给我的印象真的是太深刻了 那很多人也是当时给我提问啊 它和炮长城炮怎么选 我认为啊 这两辆车首先 它是完全不同画风和定位的两种皮卡 为什么这么说呢 长城炮是一个非常浓重的 带有中国特色的 非常迎合中国市场的这么一个硬派皮卡 豪华的这个配置的堆砌 以及说在舒适性上 是它比较更加强调的 但是你会发现Ranger这辆车 它从它的点滴 无论是底盘的特性 瓦特连杆 还是说它后悬架的表现 包括它的3.06倍的这个低次放大 以及它的这个戴M-lock的这个TOD系统 它都是特别更加强调玩乐属性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更加偏向于玩家喜欢的那个样子 它所有的东西都用来玩 而不是说会去强调更多的舒适性豪华度 这些方面 所以其实长城炮跟Ranger它是完全两个画风 虽然说都叫硬派皮卡 但是他们的初衷 和他们服务的人权是有一定差别的 除此之外 两辆车在改装上面 因为基本上买这两辆车的人 多少都会涉及一些改装 这两辆车改装上面其实也是完全呈现了两种不同的画风 因为Ranger的话其实更加的国际化 无论是在这个外网或者一些海外资讯上 或者玩车资讯上 你可以看到太多的这种Ranger的改装案例 它这种画风的变化和跨度会更大 但是长城炮的话 它的改装的风格 因为它自身的这个造型设计 只能说具备了自己的特点 你要问我自己说 我其实给大家这么一个结论 看上Ranger的这些人群 其实它跟买长城炮的人群是不会有太过于重叠的 我觉得这么来说是比较恰当 那你会选择福特Ranger还是说长城炮呢 不妨留言 咱们继续讨论一下 然后跟大家说一个延展的话题 其实也是借着刚才说的 瓦特连板到底选不选这个问题 其实这也是针对福特Ranger的一个 大家在底下提的 那其实这个我觉得啊 看你重视舒适操控 想把它当成一个SUV似的 这种舒服服的车来用 还是说你更加重视这种拖拽 鼠性 包括重载穿越 如果说你是偏重于前者的话 想把它当SUV开 舒服服的一辆越野车 那我觉得你就选了连杆的版本 如果说你想说后期我这个车啊 拖着房车 拖着铁 拖着各种东西 包括说这种 嵌入到这个后斗里的这种 旅居重载的这种穿越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以去选择这个钢板弹簧的版本 这么说的话 你可能一下就清晰了很多 下一个车型其实就是猛士917了 这个车型给我的感觉 其实到现在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浅尝济脂的经验 这个因为当时我跟他的接触 还是非常短暂的 而且呢 也是硬和大家的这个呼声啊 和坦克700一样 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在从很多的维度上面去重新定义 越野这件事 他并不仅仅说是我只是变得更高更快更强那么简单 他在很多的逻辑上 一些越野体验上其实都是在进行一定程度的重塑 那其实对于猛士917呢 因为我们当时只是在试驾活动上有过短暂的接触 性能过剩用力过猛 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评价 他其实和坦克700是比较类似的 都是属于在越野造诣上是他们的内核的这样一种车型 其实这一点就可以说到他跟仰望U8的区别 这也是很多人想去了解的啊 就是猛士917 是吧 坦克700 仰望U8 这仨都是叫硬派豪华SUV 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呢 其实是很明显的 这个就像刚才我说的 其实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坦克700和猛士917 他们的灵魂是硬核越野 是真正的硬越野 豪华只是他们所必备的一个标签和素质 但是我们反观仰望U8 你可以理解为他的底色更加是豪华 在豪华车上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说叫懒胜的那个定位 他的灵魂更加是偏向于豪华 而越野则是他的一个必备标签和素质 或者说你看现在我们说奔驰记一样 有多少人还会老拿他的越野在这儿去说个没完 其实更多的还是他塑造的那种气质和调性 和那种豪华感 这个我觉得是猛士917 坦克700 和仰望U8它们之间的差异 猛士917跟700 更强调越野为核 豪华为标签 仰望U8则反直 对这个其实是很明显的 大家能够看出来 那其实呢 我也是非常期待能够跟猛士917能有更多的接触的机会 然后能去从更多维度来去检验一下它的底色 包括说它的这个2.0T的增程器也好或者发动机也好 它在溃电情况下的表现 包括真正的让它到一次大穿越的这种旅途中 它能够又表现出了一个是不是完全不同的结论呢 这个我很期待啊 然后呢最后其实还是说一下啊 它跟坦克700的这个差异 其实这两辆车 因为是我个人接触比较多的嘛 我觉得这两辆车它是属于一个典型的里子大于面子的车型 无论是坦克700还是小17 它很多的技术亮点都是需要你去细品 去通过越野通过穿越 通过不断的这种经历 你才能够知道它里面的一些点 它不会说很多点都是放在表面上的 这一点我认为它也是跟仰望U8一个很大的区别吧 就大家去凸显和想去强调的东西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那咱们接着说下一个车型啊 哈佛大狗带后锁的家用SUV 这个车型其实我认为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而且轻度越野是完全没有压力的 这辆车型其实当时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啊 因为当时我们拍大狗的时候穿越了很多地方 你也会发现它在这个西南啊西北地区 它的覆盖率就是可见度是非常高的 因为这辆车我认为它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 15万就可以买到四驱的版本 而且发动机的冗余是足够的 变速箱的这个也比较抗燥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素材可以看到 就是这种越野程度 我相信其实90%的人群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就不错了 就是穿越级的这种需求 这辆车是完全能够满足 并且最主要的还是便宜 而且它的越野性能是相对来说足够强悍的 日常使用比飞承载重心要低吧 车重也要轻 而且油耗肯定自然而然的要下降 对吧 你很多人说我买坦克300 最简单的这个买了以后发现我其实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代步 在这通勤根本没什么时间出去玩 那这个时候 300的优势你是发挥不出来的 你就会觉得这车费油啊养不起啊 那其实对于这种情况来讲 我觉得哈佛大狗反而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因为它能够更好的满足你90% 甚至是95%以上的需求 对吧 那5%又也是足够用的 那和乐不为呢对吧 卖的更便宜 你更在乎需要的那些点 它能够更好的满足 反而这个时候如果你去买一个更加硬派的车型 买的时候是爽了 当你真正回归到柴米油盐的时候 又发现哎呀 不是我要的那个状态 其实很多人都面临这个问题 怎么样 这个哈佛大狗是不是你的菜呢 也不妨在评论区来说说你的看法 那最后呢 还是跟大家解答一个问题啊 其实也是跟近期我们的试驾有关的 就是关于长城的坦克700 那有些人呢会说 这个车型是不是就是一个 华中取宠的祖国版大计啊 其实我觉得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啊 简单的这么说两句吧 因为这个车型 大家在近期也能看到 我们即将释放出来的试驾体验 那里边会说的更详细 关于这个车呢 其实我上面也简单提到了 这个车其实它和某士917 我是特别希望这两个车 能一起去出去走一趟这种大穿越的 因为它们内在的东西都非常的丰富和饱满 无论是四驱系统底盘特点 还是说悬架的特征 全地形系统对吧 包括说它们的增程 这种插混的这种特性对吧 溃电满电 其实这个部分呢 大家就不用太着急 我相信你在看完我们释放完的坦克700的试驾以后 应该会有很多想说的话 这一点咱们也可以朋友评论区直接聊起来 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讲呢 我是非常期待这两辆车 能够有一天同框的去走一趟真正的远行 那行啊 这个期内容就跟大家说了这么多 也是涵盖了2023年我们拍过的那些车 而且都是让我印象深刻 觉得能跟大家拿出来聊两句的 不知道刚才说到的这些车型 你对哪辆车的印象更深刻呢 或者说通过我的分享你觉得 哎哪辆车我还想多听你说两句 或者说哪些点你没提到 但是我想知道的 咱们直接评论区好吧 咱们这一期小分享就到这儿 拜拜